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美国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留学生的环境适应气候与衣着指南 美国留学的校园网络建设与利用 留学生的社交媒体策略与隐私保护 那么我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留学生的环境适应气候与衣着指南 在探讨留学生的环境适应问题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经常被忽视 却又极其重要的话题 气候与衣着 这不仅是一个关乎舒适度的问题 更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艺术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气候 全球各地的气候多样化 从热带雨林的湿热到北极圈的严寒 留学生们往往需要面对完全不同于家乡的气候条件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一位来自热带国家的留学生 第一次见到雪是兴奋异常 穿着短袖短裤冲出去体验 结果不到五分钟 就以速度比他冲出去时还快的速度跑了回来 只顾外面是冰箱 是不仅仅是一个笑话 也反映了留学生在面对新环境时 可能会遇到的温度文化冲击 接下来是衣着不仅仅是为的保暖 它还是文化的一部分 反映了一个人的身份品位甚至是态度 对于留学生而言 如何在保持个人风格的同时 适应新环境是一门大学问 有趣的是 你会发现一些留学生在刚到达新环境时 穿着可能非常不适应 比如冬天穿夏装 夏天穿冬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根据气候选择合适的衣物 甚至开始尝试当地的服饰风格 从而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文化的融合 那么如何成为一个在气候与衣着方面 能够快速适应的留学生呢 首先做好功课是关键 在出发前详细了解目的地的气候特点 准备相应的衣物 其次保持开放的心态 不要害怕尝试新的风格 最后记得多观察当地人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 同中学习 总之留学生的环境适应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过程 设计到气候文化个人习惯等多个方面 通过这个过程许用它 通过这个过程留学生不仅能兴存 更能在跨文化交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穿着不合时宜的留学生时 不妨给他一个理解的微笑 在探讨美国留学的校园网络建设与利用时 我们不妨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将这个看似枯燥的话题变得生动有趣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美国大学的WIFI大学的WIFI for FIFI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 WIFI几乎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你几乎可以在任何角落找到它 图书馆教室甚至是洗衣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总是那么可靠 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 笔记本电脑上显示着满满的信号 但就是连不上网了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 难道是我身上带了什么WIFI屏蔽装置吗 不 这只是校园网络的一种神秘现象 无需过于担心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校园网络的利用 美国大学生对校园网络的依赖程度 简直可以用生命线来形容 从在线提交作业参加网络课程 到在宿舍里追剧玩游戏 没有网络学生们的生活似乎就会陷入一片混乱 有趣的是 每当期末考试临近 图书馆和各个学习空间的网络使用量会突然飙升 这时候网络速度就像是被施了缓速咒 让人不禁感叹 原来拖延正是全球性的疾病 不过美国大学的校园网络 不仅仅是用来学习和娱乐的 许多学校利用强大的网络资源 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在线资源和服务 比如在线图书馆学术数据库 甚至室拟实验室 这些资源极大的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 也让学习变得更加灵活多样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美国大学校园网络的安全问题 虽然校园网络为学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 比如个人信息泄露 网络钓鱼等 因此许多学校都会定期举办网络安全教育活动 教育学生如何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 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邮箱里充斥着各种网络安全提示邮件 让人不禁感慨 原来除了学习 我还得学会如何成为一个网络安全专家 总的来说美国留学的校园网络建设与利用 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域 它不仅仅是学习和生活的工具 更是一个学习新知识探索新世界的窗口 所以亲爱的留学生们 当你们在享受校园网络带来的便利时 也不要忘了保护好自己的网络安全 谢谢小刘子的介绍来介绍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在留学生的生活不仅跨越了地理的界线 也穿梭在各种社交媒体的虚拟空间中 他们在Instagram上分享美食和旅行的照片 在Twitter上发表对时事的看法 在LinkedIn上建立职业网络 在Tiktok上展示自己的才艺 哦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 他们在微信和Qt上与家人保持联系 确保父母知道他们还活着健康 而且没有忘记吃饭 然而在享受社交媒体带来的乐趣和便利的同时 留学生们也面临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隐私保护 现在让我以一种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分享一些留学生在社交媒体策略 与隐私保护方面的深入见解和有趣故事 社交媒体策略做一个隐情的网红 留学生Tommy在Instagram上有成千上万的粉丝 她的秘诀是做一个隐情的网红 她从不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地点信息 所有的照片都经过精心挑选和编辑 确保没有任何可以识别她具体位置的线索 她的朋友们都很好奇 Tommy是怎样在保持神秘感的同时 还能吸引这么多粉丝的 Tommy的回答很简单 人们总是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 隐私保护 社交媒体上的隐身斗篷 留学生Lily在Facebook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惯 她把自己的账户设置得像是穿上了哈利波特里的隐身斗篷 除了她的密友 几乎没有人能看到她的动态更新 Lily说 在这个充满了朋友圈炫耀的世界 我选择让我的生活保持一份神秘 只与真正关心我的人分享 这种做法不仅保护了她的隐私 也让她的社交生活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有趣的故事 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旅行者 有一个留学生 我们暂且称她为时间旅行者 她在社交媒体上的策略是 总是延迟几天 甚至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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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几周才发布自己的动态 比如她可能在1月1日参加了一个派对 但直到1月15日才在Instagram上分享那天的照片 她的朋友们对此感到非常困惑 总是在评论里问 这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吗 时经旅行者笑着回答 我在社交媒体上的生活总是比现实慢办法 这样可以让我有时间思考 是否真的想要分享这些瞬间 通过这些有趣的故事和见解 我们可以看到 留学生们在享受社交媒体带来的乐趣的同时 也非常重视自己的隐私保护 他们用各种独特而聪明的方式 在保护个人隐私和享受社交媒体之间 找到了平衡点 这不仅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也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 进行小留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的学生创业指导与资源 在美国留学的道路上 有一群勇敢的探险家 他们不仅要在异国他乡 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还要面对各种生活挑战 而在这些挑战中 有一项特别的副本 创业 是的 我说的就是那些在图书馆角落里 偷偷策划商业计划 或者在宿舍里搭建原型的留学生们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美国留学生创业的奇妙之旅 以及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指导 首先我们得承认 邮局生创业就像是在玩一款高难度的游戏 不仅要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双重挑战 还要在法律和资金的迷宫中找到出口 但别担心 美国就像是一个充满了彩蛋的游戏事情 只要你勇于探索 总能找到那些隐藏的资源和指导 一大学资源 大多数美国大学都有自己的创业中心或者商业孵化器 这些地方就像是给予玩家的特殊装备 提供了从商业计划指导资金支持到办公空间等一系列服务 比如MIT的Martin Trust Center和Stanford的Star Tech Star Tech Star 就是那些让人闻风丧胆的Bossom的出生地 二 竞赛和活动 美国各地经常举办创业竞赛和活动 这就像是游戏中的任务 不仅能让你获得奖金和投资 还能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潜在的投资人 比如Y Combinator的Demo Day 就是许多创业者梦寐以求的舞台 网络资源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互联网就是留学生创业者的图书馆 无论是通过Coursera学习商业课程 还是在Product Hunt上寻找人的 互联网都为留学生提供了无限的资源 而且别忘了LinkedIn 这个职业社交平台就像是一张巨大的地图 帮助你找到那些关键的NPC们 社区支持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创业社区和网络 它们就像是游戏中的工会提供支持和指导 比如Textures和Founder Institute加速器 不仅提供资金支持 还有一对一的导师辅导 最后我想说的是 虽然留学生创业之路充满了挑战 但只要你勇于探索 总能找到那些隐藏的资源和指导 记住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都是从一次次的尝试和失败中成长起来的 所以拿起你的武器勇敢的去探索吧 未来的宝阿秀是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在小六小的介绍 我们介绍一下留学生的宗教信仰与精神生活探索 在探讨留学生的宗教信仰与精神生活时 我们首先得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 留学生的生活充满了各种挑战 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到时差问题 这些都足以让人产生一种我是谁 我在哪我要去哪里的三处身份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宗教信仰和精神生活往往成为他们寻找安慰 寻求归属感和自我认同的重要途径 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些在异国他乡突然变得异常虔诚的留学生 原本在家时 原本在家时 可能对于宗教不甚关心的他们 一旦踏上异国土地 就像是找到了新大陆一样 对于当地的宗教活动充满了好奇和热情 这不仅仅是因为宗教本身的吸引 更多的是宗教活动提供一个社交平台 让他们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社区 比如参加教堂的周日礼拜 不仅可以享受精神上的吸引 还可以在查些时间与人交流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甚至还可能获得一些学习或生活上的建议和帮助 然而也有一些留学生在精神探索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他们可能原本就对宗教有所信仰 但在接触到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之后 开始对其他宗教和哲学思想产生兴趣 这种跨文化的精神探索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也让他们学会了更加宽容和理解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 有趣的是这样的探索 有时候会让他们的信仰变得混搭 比如早上做瑜伽冥想 中午阅读圣经 晚上则去参加佛教的静坐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而又越显混乱 当然也不乏一些留学生在精神探索的过程中经历了信仰的动摇 甚至是彻底的转变 这种转变可能源于对原有信仰的深入思考 也可能是受到了新环境中不同信仰观念的影响 这个过程可能伴随着挣扎和痛苦 但最终往往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起更加成熟和独立的世界观 总之留学生的宗教信仰与精神生活探索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 充满了挑战 但也充满了机遇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不仅在外部世界进行着地理上的旅行 更在内心世界进行着一场精神上的探险 而这场探险 无疑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深度 今年我们一起探讨了留学生的环境 适应校园网络 社交媒体谈量网络 社交媒体创业和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 通过这些内容 我们发现留学生的生活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 他们需要适应新的气候与衣桌 利用校园网络获得便利和资源 保护自己的隐私和享受社交媒体探索创业的机会和资源 同时在惊人上寻找安慰和归属感 在这个过程中 留学生们不仅要面对外部的困难和变化 还要面对内心的挣扎和成长 但正是这些挑战和探索 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和富有智慧 他们通过学习和适应不断成长和进步 找到自己在新环境中的位置和角色 最后我想为观众们说留学生的精密 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故事 它也是我们共同的人生旅程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观看这些内容的同时 也能思考自己在面对新环境时的适应能力和勇气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点赞 乔伦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点赞 观点 问题 让我们一起谈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最后这节目可能存在了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